最漫长的一日,最温暖的陪伴,每日与主同行,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,伴你成长。我是阿清。 《尼希米记》八章二至三节,七至九节,十二节。 在十月八日,祭司以斯拉把律法书带到会众面前,其中有男人、女人,还有所有已经懂事的儿童。 以斯拉面向水门内的广场,从早晨直到中午,向着每一个能听懂的人大声宣读。所有的人都专心聆听这部律法书。 每个人都在园处聆听,他们宣读上帝的律法书,并清楚解释所读的律法的含义,帮助众人明白每一个段落。 听见律法书上的话,众人都哭了。省长尼希米,祭司兼文士,以斯拉,以及为民众解释律法的利味人对他们说, 不要在这样的日子悲伤哭入,因为在上主你们的上帝面前,今天是圣日。 有时,众人都在宴席上吃喝,分享食物,兴高采烈地兴祝,因为他们都听见和明白了上帝的话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,在律法前痛哭。 有时觉得自己实在太轻视上帝的话语,在教会听到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。 家里又有很多本圣经,但并没有格外珍惜,圣经沦为日用品之一,变成了教会的配色。 犹太人经历秘老后归回,就体会到上帝的话语实在离得不宜。 你看,他们所有人只要能听懂的都聚集在一起,专心聆听律法书的话。 他们的功劲在未开始傾听前已经表露无谓。 你以为这个不过是例行的表现吗? 不是的,看看下文。 民众听了律法之后,竟然都哭起来, 要尼希米和以斯拉劝慰他们不要再哭。 可见律法真的触动了他们的心灵。 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实在是一个恩典,只是我们经常忽略了。 被上帝的话语触动是更大的恩典,只是我们的心太硬。 求主让我们在聆听祂的话语的时候,可以更专心,更恭敬, 可以真是听在心里面,生命因此而被上帝陶造。 求主让我们愿意聆听祂说话的心,以及被祂说话触动的游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